朋友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 印加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呢 我們的頻道呢 終於來到了一日兩根的一個更新了 那所以呢 今天一樣也會上傳兩部影片 那最近開始會製作 騎馬與函薩 或是 木場物語的這個遊戲的影片 那有興趣的觀眾也歡迎來看看 我們的新遊戲的類型頻道吧 好 那我們先來看 紅色的是印加人 那印加人之前在Viper 先比在阿拉伯印加是S級文明 那我覺得是比較針對他個人的這個分級 因為其他人玩起來其實並沒有那麼S級的感覺 因為Viper是一個主要很會農的玩家 大家都知道Viper是C帝國最農的 那印加這個能力呢 是食物減免的消耗 會有減少 然後例如你的軍事單位 投石手老鷹 槍隊長 還有戰毛兵 都是需要吃食物的 那你需要大量的資源 去除這個單位的時候 這個減免的效果才會較明顯 你沒有成本就不會有這個產出 所以你要有先這個成本 怎麼農出這個成本出來 就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印加本身就是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只有變成團隊加成 這個羊駝變成隊友美人各一隻 這個是幫隊友加成 自己本身還是一樣 結果羊駝還是一隻 也並不會變兩隻 對印加人前期經濟還是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到了後期 有這個投石手 可以Counter這次改版的重點 這個步兵單位 所以印加人在對抗步兵的表現還是很不錯的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的改版呢 這次比較重點是 他的劍兵勇士拿到了軟甲技術 那軟甲技術獲得之後 劍兵勇士的遠防會多易防 所以抵抗對方的TC 或是攻兵 或是戰毛兵 會有更好的效果 並不會讓斯拉夫人變得更弱 反正是越來越強 那我覺得這次增強的軟甲技術新增 斯拉夫人是應該是最強buff 我覺得很有可能 下次的改版 斯拉夫人的劍兵勇士 就會被拿掉這個軟甲技術了 當然這個 加上自己的王家四重 非常太強大了 好 那這一次 是斯拉夫人的改版還有一個細節 就是他的貴獨鐵析 變成60黃金了 以前是80 直接減20% 20的黃金 非常多 在世紀帝國裡面 直接消了20黃金的單位 基本上很少見 印象中是沒有 那斯拉夫人這次下降的黃金數 讓他的貴獨鐵析 可粗性變得非常大 再也不是搞笑用的單位啦 那斯拉夫人後期 這個貴獨鐵析也比較容易點到精銳 比較容易看到貴獨鐵析這個單位出現 再也不是斯拉夫人步兵加工程器的一個走向 那貴獨鐵析的話就是變成我說的這種輔助型的方式 變成為輔的方式 那主要還是走步兵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現在的版本可以變成貴獨鐵析為主 然後步兵為輔 然後再加工程器 這會是斯拉夫人最強的一個後期打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斯拉夫人的一個經濟狀況 他的金礦在前面喔 非常的慘 而且野金都在處於外側的部分 所以這一位置喔 這個MBL可能需要用大量經濟喔 跟這個城堡 鎖住這一個區域的礦區喔 你看這個地區喔 都是石頭跟黃金都在處於一個前方的位置 後方安全位置只有一塊主石而已 那黃金部分是一塊都沒有 那再來就是外面的野金喔 所以這張地圖是對MBL非常不利的 但好消息是喔 他的果子在後方喔 所以前期來說 斯拉夫人可能會過得比較安逸一點 當然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就是一個考驗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硬家人 硬家人的話 前面的話 金礦也在前面喔 但是比起MBL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他兩塊野金喔 屬於後面的位置喔 甚至有一塊是在自己的後方喔 那野石的部分也是 哇 這個經濟比MBL好上很多喔 看 那個主石也在後面 果子也在後面 對這邊DS有這個地圖上的優勢喔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也比較好守好圍喔 這邊只要再拉一根喔 這個木牆過來 防守 這邊用TC連防 小圍一下 就好了 這邊也是喔 稍微圍到底就好 那MBL這邊圍架的方式會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只能圍資源點喔 資源點是要用木區圍起來喔 這邊也是 那其他地方喔 像主經這個地方喔 可能要插一根箭塔 然後這邊下一個採礦地 會比較好一點喔 可以直接守到這個木區喔 跟這個黃金礦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MBL這個圖喔 實在是爛到不行 如果他真的要圍的話 圍很大喔 就是要到城堡時代 直接拉個大石牆 這邊拉一拉拉一拉 拉到湖這邊喔 然後再這樣圍 哇 這張圖真的很考驗MBL的防守能力喔 好 那硬家這邊直接打了棒棒喔 因為硬家有這個食物減免的費用 所以一開始有出棒棒 沒什麼太大問題 非常強大 你看這肉量省下來 哇 還有100多肉 直接點裝甲步兵也沒問題喔 要不要只點裝甲呢 先打架先 裝甲沒有點 好 點下一集伐木 那就代表他不點棒棒 不點這個裝甲步兵喔 好 那打裝甲步兵三隻的話 這個時間點沒有下裝甲步兵我覺得有點怪怪的喔 因為你看到對方均勻還沒有蓋好 就意味著對方的射電場的工兵喔 出來時間更慢喔 所以我覺得這邊投資裝甲步兵其實是比較好的 但這邊卻沒有 就會讓我點意外喔 這個應該是可以投資一下的 但他這邊是選擇了經濟型的開局喔 直接點這個伐木 好 這邊直接下馬就 果然沒有升級裝甲喔 讓對方完全不以為意 NBL覺得 欸 你不升裝甲 那我就直接跟你硬打了 這個殘血沒有先收掉 OK 直接扁石 出馬就的話就是有點看不起來喔 對方的步兵了 那斯阿夫人喔 打馬就也是比較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這個 農田喔 有10%的加速喔 那在這個Meta裡面來說 斯阿夫人有可能是第一名 有可能是第二名喔 因為第一名的話 我個人認為還是 鋪完的8%的 立即採收食物的效果 但斯阿夫人這10%的農田採集效率 其實也沒落到哪裡去喔 所以我覺得可以排第一或是第二 都沒什麼問題喔 可能並列第一或並列第二 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波蘭喔 這一次並沒有 太大一個增幅 可是我覺得他本來就是 滿全能的文明 所以 再增幅下去好像也不太好 好 再來就是斯阿夫人這邊 這時候看到對方出工兵喔 一定要下個射箭場喔 因為待會工兵會很難解 你用這個 赤頭猴去解喔 對方有槍兵阿 老鷹喔 什麼的 你要打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趕快要補下金礦處的環境喔 然後插跟箭塔 OK 果然插箭塔 你看他這邊防守 一定要被迫投資資源 欸 這邊可能一村要倒了 這個可能跑不掉 哇 第二村又再包起來 這邊要第一模仿嗎 不第一模仿直接死兩村 哇 DAS這邊的強軍師進攻 非常有效果 好 後面趕快圍一下 MBL這邊防守出現了失誤 你看他這邊一直在空落馬 想要去嘗試去偷抓對方的經濟 但失誤沒這麼好抓的感覺 欸 結果剛剛說完就抓到一隻了 哇 MBL直接反殺一村 好 這邊可以再抓個一村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邊要硬打囉 這邊不硬打的話 可能會有點尷尬 這個殘血的沒收掉很可惜喔 好 直接再扁到殘血 好後面這個殘血要不要收掉呢 這樣就2比2 普換了 然後後方這邊一直有一隻小弓喔 在這邊偷視喔 這邊要先把對方的弓兵給解決掉 先射弓兵 好 弓兵解決掉的話 這邊就可以守得住了 哇 高打低 增傷 直接射死這隻弓兵 後面可能按一隻 毛兵呢會比較好 但MBL這邊不想斷村喔 所以這邊毛兵出來時間會稍微晚一點 這隻殘血的村民能跑得掉嗎 哇 難逃逸死啊 還是被 被當了劍拔 給射掉了 好 那目前是2比3的一個戰績喔 MBL的村民是有小福的落後的 落後 欸 欸 怎麼沒有落後呢 呵呵 26打28 哎呀 硬家這邊為了打強軍是斷村是不是 看一下喔 TC delay 哇真的欸 一分鐘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的打這個 世帝國不斷村 是新手要練的一個重點 你只要新手可以練到不斷村的話 基本上你就贏對手 很多龍 但是這同時也是新手最難練的東西喔 就是你要一直去按TC的村民一直產出喔 只要生產完就趕快補 生產完就趕快補 然後村民一直不斷 就可以打出經濟差距喔 你看MBL這邊多11村喔 但是村民卻是領先的 這就是一個細節 好 那贏家這邊強軍是打得太開心喔 打到自己斷村喔 即算即殺到對方的村民 但是自己經濟卻沒有好到那裡去 這就很尷尬 這就是我說的 不要太 新手不要太專心在打架上 哇這邊被戳死一隻 因為有時候你太專心在打架的時候 經濟就往往就顧不到 就會像硬家這樣子喔 好 那這邊 牧區的村民 直接放棄的樣子喔 至少礦場喔 這邊是稍微安全的 好 再次走到後方 看到這邊 毛兵跟弓箭手 直接過來前壓 喔 這個都有射到喔 很痛喔 看這個村民直接半血 好 陰家這邊可以考慮喔 開始存一點資源喔 直接上城堡站 但這邊會繼續 按老陰 就覺得有點 感覺他是真的想要把 MBL打死的感覺喔 還在暗刺齁 好 攻兵對面交換一下 但對方 其實都是毛兵加槍兵喔 這邊硬丟一下 應該沒問題 攻兵殘血 兩隻在上前硬碟 直接收掉 殺一隻攻兵 OK 兩隻毛兵效果很好 好 刺齁不追 要讓毛兵去追 打歪打歪 中了吧 再一發 這個打不到 這個硬在移動 硬在移動 單位 毛兵是很難打到的 好 把兵直接撈到左邊 因為剛剛DX在這邊 放了一坨兵喔 燒到這邊牧區的村民 好 這邊找我有點食物 被收到一隻攻兵 但上方的攻兵加刺齁 並沒有被發現 但這邊已經看到視野了吧 這個王子應該看到視野了 好 這邊收掉了下方的毛兵 還有那個攻兵 這邊決定要前壓了吧 這邊攻兵直接前壓 毛兵在家裡防守 OK 這個經濟防守配置其實還不錯的 這邊直接用單位喔 在後方 助手 好 這邊都被收掉一村 哇 尷尬了 MBL 這邊失誤的頻率 失誤有點高 但至少MBL基本功喔 還是做得很棒的 好 TCDelay喔 基本上沒什麼Delay 基本上是沒有停滯的時候 但反觀是硬加這邊停滯的太久 欸 結果MBL這邊也剛好斷了一點村喔 斷村了斷村了 增加了0點 少了24秒 好 這邊直接把城門給射進去 先收掉這個刺頭喔 後面毛兵過來 這邊再補一個城門 但TC射得到 這邊可以再補嗎 來不及 哎呀 直接走了進去 直接反射一下 這邊的長槍兵 毛兵能射得已嗎 但兩隻毛兵 對上四隻攻兵其實不太有力 自己的攻兵殘血非常痛苦 這邊可不可以抓掉殘血的村民 但是並沒有殘血的 所以這邊只能硬射 這邊攻兵進去 全部送光 MBL 這邊完全沒有打出任何的優勢 哇 然後對方又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個 MBL尷尬了 現在還在封建時代 這裡防守 可能要一直瘋狂的 去按自己的 馬舊單位喔 或者是直接出 轉步兵之類的 這邊 如果對方突然老鷹爆飛過來 這邊會弄到聖武法治理喔 這邊補下兩個亮光塔 好像也不錯 哇 直接真的要老鷹飛了 英勇士升級開始 英勇士這個單位 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是非常難解的 因為他不怕僧侶 而且對僧侶還有額外傷害 所以你用僧侶去抵抗他 效果其實沒那麼好 那雖然他的體質 是打不贏騎士 但是他的造價也比騎士便宜很多 只要50黃金而已 騎士是75黃金 多了25黃金的量 這就一位走 這個硬加可以出3隻老鷹 但是騎士只能出2隻 只要打出數量差距 在點一下攻擊的時候 這個騎士也是會被老鷹給碾壓的 這就是 老鷹最麻煩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的遠防 是比較高的 所以去抵抗箭矢 這個瞭望台 或者是TC的傷害的時候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錯有這個老鷹飛的講法 就是因為 老鷹會直接飛到你的 農田處 或是飛到你的牧區 想去哪就去哪 到處亂飛 不怕箭矢 好 那就是這個硬加這個打法 也是 我很蠻喜歡玩 南美洲文明使用的一個打法 老鷹爆 直接淹屍對手 這邊過來稍微收村 你看有沒有 老鷹開始亂飛了 這邊直接轉出棒棒生 裝甲步兵 果然還是要這樣打 簡塔裡 城堡師大要出騎士 還有一段空窗騎喔 這裡沒有裝甲步兵 先稍微擋一下 可能會出事喔 好 裝甲步兵繼續出 可能還是要進箭塔 稍微再擋一下 欸 這邊MBL收 這個裝甲步兵就收得還不錯囉 雖然裝甲步兵進箭塔 是不會增加傷害的 這個箭塔的這個 箭矢數量 那至少可以讓對方躲進去喔 還算不錯的效果 欸我記得好像有個文明步兵駐紮 會射箭嘛 是條盾嗎 那條盾母機的駐紮量也是兩倍 雙倍載量 然後放八村 可以直接激活 射十一村喔 這個條盾的塔攻喔 是非常強大的 好這邊工兵繼續騷擾牧區 墨區這邊可能又要死村民了 哇 直接敵伐牧場喔 隨便撿一百木 好這邊 裝甲步兵 變常見兵了 常見兵加工兵的路線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一下強弩的升級喔 這是強弩啊 弩兵 老鷹直接打工兵是會有外傷害的喔 很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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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傷害 講錯 這個是比較痛的 打一下16滴血 一樣的 是騎士喔 騎士單位打工兵才會有外傷害 現在老鷹好像沒有 老鷹只是因為遠防高 打工兵比較好打而已 那這邊轉出了頭獅手 這就是為什麼 硬架是 在南美洲文明裡面 對抗 對手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因為他的選擇性比較多 頭獅手出來 打這個常見兵 相當好用的 而且這次改版 這個 暗地是彈弓 可以讓這個頭獅手 有這個無視距離的攻擊範圍 不是無視距離 這個沒有這個最小距離 因為像這個戰毛兵跟頭獅手 最小距離是沒辦法攻擊的 就是如果他踢到你旁邊 他是不能原地反擊的 你等一下要拉他一格之後 才可以把他這個 頭獅跟這個毛兵 直毛出去 那這個 這個硬架彈弓 可以補香他這個 原地戰略的能力 但是遇到對方攻兵 打起來是有點危險的 那硬架彈弓點一下之後 頭獅手也會再多一攻 對於打對方攻兵啊 或是打步兵 或是 毛兵對射的時候 或是打騎士 都有一個小小的征服傷害 但如果是要打對方騎士 還是要建議出這個槍隊長 或是這個 長槍兵啊 用這個頭獅手去打 還是有點差場能有 因為他血量太少 只有40滴血 MBL直接強軍是想要用 分隊的方式 去把戰線放在對方家裡 看 鷹家這邊是全力爆樓 鷹想要來直接包夾 那MBL這邊可以考慮 脫開個TC 去爭取時間 甚至下一個城堡 把這裡的主金給守住 結果這邊先開TC的是鷹家 長年兵再帶繼續巡邏 TC部分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 後面小孩一直被燒得很煩 這邊走壁一下 細節操作 長箭兵回頭反擊 直接砍死了兩隻鷹刺猴 但後面有頭獅手 直接秒掉了長箭兵 這邊老英繼續追擊 居然還有勝率想要著想 這裡回頭射射 還是有點慘 太好打 後面有一些長箭兵 直接到了 鷹家家裡偷砍村民 效果還不錯 後方來支援的長箭兵 能夠拯救到這些 攻畢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這邊數量上明顯被壓制住 老英的數量太多 而且後方還有頭獅手 但這邊MBL做得很棒的事情 這邊有優先點射掉對方的頭獅手 頭獅手這邊倒地了非常多隻 但是最終還是被老英收光了 家裡的內患村民被砍大概兩到三隻左右 還是有點小小的受傷 但這波交換還是MBL比較虧 所以並沒有太優勢的感覺 好這裡直接把TC往前補 而不是往後補 這個打得有點激進 好果然把城堡蓋在前方這個礦區的位置 這樣的話這個小礦區也可以稍微守住 那可能待會這邊再補一個城堡就差不多了 下方處防守就OK 左側這邊可能要再補一棟城堡 在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都可以 但這邊應該是補一補啦 相當偏後方的位置 但最好是城堡蓋往前蓋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待會巨頭出來也比較好進攻 好 英雅直接往前開飛 又要開始往你的農田飛了 哎呀 跟二宮點一下 英勇士會更麻煩 直接收光 好 這邊投石頭 就趕快跑 這會被送掉 但沒有彈道血 應該是跑得掉 好 煙家再繼續往你的農田飛 又收掉了一村 沒有 這一拓老鷹真的很難產 好 但MBL完全不管 我就是不管 我鋒命走到你家裡 要 要嘛是你來回救 把你在我家的老鷹帶回家 不然就是你要想辦法 起到這坨奴兵喔 跟常見兵 那這邊解奴兵的方式很簡單喔 只要用這個奴砲就可以了 哇 這邊直接死三村 四村 尷尬 MBL 果然這裡沒下TC 還是稍微危險的一點喔 另外我覺得開TC是不錯的喔 這邊可以挖石頭之外 還可以挖木頭 你還是補了吧 如果是我的話 第一個TC就補那了 那我也能理解MBL想法 因為他想要把自己的黃金先控住 畢竟自己的野金的分布區域實在是太爛了 他能孤立到這一點我是能理解的 並不是說他這邊下的就是不好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本來就不同 沒辦法把自己的思想強壓在別人身上 這邊老鷹數量只剩下7隻喔 本來20隻剩下7隻 但也做到蠻多事情 經濟一直有拉開 大概拉開5吋經濟 但這邊工兵加上常見兵 讓鷹家這邊的單位其實不太好上 其實這邊打法很簡單喔 生女過來先招搶對方常見兵 工兵直接靠老鷹解決就好 但要特別小心是再招搶過程 要小心對方奴兵喔 往前點射 把自己的老頭給點掉 這邊因為想保留老頭的關係喔 所以先點下神聖思想 增加存活力 結果這邊上來偷偷射一下 哎呀 偷射的威力真猛 我也最喜歡偷射 感覺很舒服 偷射就是爽 不是說偷射對方的僧侶 偷射對方的僧侶 因為僧侶很好解決的 如果是孟加拉的話 僧侶就沒那麼好打 因為防禦很高 好這裡直接包夾起來 收掉 nice nice OK 那應該繼續打這個老鷹的話 到了帝王世代 還有這個植物盾可以用 植物盾點下之後 防禦也可以大幅提升喔 靜遠防克加1 拉夫這邊的走向也可以很明確喔 直接轉出貴族鐵席喔 加上自己的劍兵勇士喔 雙黃金組合 劍兵勇士砍老鷹 那貴族鐵席也可以砍老鷹 那貴族鐵席喔 最好的打法還是去拿去 康特對方投屍手 所以這邊直接打一個 純進戰單位的路線喔 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要打貴族鐵席的話 自己城堡數量還去起來喔 那果然城堡是往前推了 好那你等一下這邊城堡 還沒有蓋下去喔 那城堡待會要蓋的位置 我想一下 他這邊其實怎麼蓋的不太好 可能只能蓋這個平地了吧 蓋在家裡這個位置之類的 防守一下農田也好 但是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你的範圍裡面喔 就很容易被對方壓在門口 很難出來 哇這邊老鷹直接飛農田 這邊可以直接TC爆了啦 啊沒有點二攻 所以他不想直接爆 有二攻的話 爆起來速度會很快 好重天兵直接開砍 砍 這個軍營血量掉的速度非常快速啊 一刀十滴 那裝甲步兵呢 砍劍毒的時候會有愛傷害 所以看起來 這個砍的速度是很快的 直接射掉偷點生物的生女 老鷹依舊在後面 這邊要直接往前了嗎 但是這邊MV有看到 這邊要收穿 這邊在毒口 但對手不太容易直接 撞到甜頭 MV有了這邊雙線 給的壓力 給的非常十足 長劍兵依舊在裁劍毒 但是這邊有城堡 要小心 哇還是被射到一隻 怪主鐵騎 數量再繼續畢業一下 或是長劍兵喔 他會一定數量之後 打這些老鷹比較好一點 哇這邊硬家道 現在才點這個二級龍 二級末 MV有這邊也沒有點 哇這個很尷尬 這個木頭 二級木是非常重要的 但說實在的 真的有時候 打架打到後期 可能會忘記這些經濟 科技 因為我自己打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忘記 有時候真的打得太激烈了 就會比較晚補一點 好這名村民 被收了幾村 其實大概有二十幾隻的長劍兵之後 直接去硬打TC是沒問題的 應該是可以拆得掉的 那這邊後面 升旅是很多的關係 所以MV龍並沒有想要直接上 如果升旅沒這麼多的話 還有可能直接硬爆 但升旅太多了 可能被招了大概三到四隻 就有點難拆了 後方這邊戳掉 蓋到一半的農田 先賺六十木 這邊有個小小技巧 就是你看到對方撒農田的時候 還沒有敲到去的時候 你可以去直接把他地基給敲掉 這樣對方就會直接把農田 他不會返回資源 會直接把農田的資源給吃掉 大家可能覺得 那個農田很便宜啊 賺個農田好像沒什麼感覺 所以這樣打起來 你常常用這個招式喔 打久之後你就發現 你的分數會越來越高 那個細節一直做好做滿 就會賺到很多甜頭 好這邊 好這邊 用想要用貴毒鐵器 去裡面敲投資器 但後方的僧侶有在顧嗎 欸僧侶不在家 欸去哪了 欸尷尬了 欸呀真的是尷尬了 欸僧侶不在家 欸在這邊 好原來TC裡面喔 直接後撤 好這裡果然直接要硬拆 城鎮中心喔 這邊建樹物 30隻 很穩啊 如果是我20隻我就敢衝了 好他這邊30隻 直接硬爆TC 好但左邊這個TC跟下面這個TC喔 都有這個城堡防守 所以這邊只能先拆來農田喔 或是拆生物喔 把裡面的生物給打出來 哇硬別囉 這一波強攻非常有用 那他這邊似乎是意識到 對方硬家喔 已經點了帝王十代喔 所以軍事上來說會稍微弱一點喔 要趁這個機會喔 趕快把對方打殘喔 那確實硬家現在不太好 打一對手喔 因為現在出投資手的話 雖然可以Counter對方的長劍兵喔 但是打對方的弓兵 跟貴族鐵血喔 是不太好解決的 現在出槍隊長的話 好處是打這個 貴族鐵血喔 跟 長劍兵喔 這個一共射程 可以秀一點操作喔 把對方的丹窩全部秀死喔 但是還要特別小心對方的弓兵喔 所以 如果長 這個 槍隊長雖然夠做 正面硬扛 然後勞鷹往後飛喔 把這個弓兵抓掉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中間這邊 你搭片農田喔 直接被羅令過去喔 砍爛了 這邊硬家直接 都市分割 這就是都更嗎 原本TC已經消失了 剩下新的TC 硬家直接文明分裂 變成三大洲 每一周都有一個城堡 好 老鷹繼續往後 想要收到經濟 好 那斯達夫這邊喔 終於點下二級農運積木 手推車會補下了 對 這邊上城堡時代會稍微落後一點點喔 但自己至少 經濟會好一點 好 圍一下圍一下圍一下 擋一下 OK 這邊 鐵騎擋住了 這邊再補一個TC 手足這塊金還不錯 好 工兵繞後面嗎 這是步兵 OK 槍隊長出來了 槍隊長攻擊力 基本上攻擊力不高的喔 只有七攻而已 但是他有一攻射程 遠防來說有二防 是因為他點了二防的關係喔 並不是他本身就有二防 好 升一下雙手劍兵 斯達夫也撐到了帝王時代 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升級之後應該直接升劍勇 好 工兵打槍隊長還是不錯用的 但斯達夫沒有強裸 所以真的要打槍隊長的話 可能要考慮 出個什麼奴炮啊 或投石車之類的 打對方的投石手也很好用 那比較可惜的是 斯達夫人是並沒有火炮的單位的 所以打對方的攻擊力 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 點一下這個王家四重 這個我們昨天的影片喔 有出現這個王家四重 今天也出現了 就知道這個斯達夫人喔 這個能力喔 很強大喔 基本上玩斯達夫人 現在是必點科技了 不點的都下去了 來不及點的也下去了 超常點的就是 代表可以講那個字了 烏恩 文 他昨天那個有點的沒有文 文書 被哥德打爆 哥德 其實 科技線來說是比斯達夫還要穩定的 但基金上就是很難贏過斯達夫 斯達夫會這麼厲害只是單純 他的經濟強大 還有這個科技喔 穩喔 這個步兵科技很穩喔 非常的猛 但是他的一些工程器的科技是非常不足夠的 像什麼火器啊 火槍火炮都沒有 所以斯達夫長就盡可能了 不要拖到大後期 能趕快解決對手 就趕快解決對手 一套打死是最好的 好 DS直接升級為槍隊長 警衛槍隊長升好 警衛槍隊長 升級之後攻擊力變成8加1 基本上3加1了 血量也是稍微提升了一點 到了80低血 基本上是比劍勇還要多血 但是你看這邊多1攻射程 可以直接硬出喔 3起打得蠻快的喔 但這邊可以考慮嘗試拉打喔 但沒有拉打的話直接硬靠 就會被這個劍兵勇士的擴散效果直接靠爛 哇 這就是王家四重嗎 太狠了 兄弟 還沒有3攻就打成這樣子 3攻剛好 剛好這一波大戰已經打完了 好那鷹家這裡已經沒有點3攻了 呵呵呵 這邊2攻都還沒有好 但我覺得槍隊長這樣抵抗 居然沒有想中的還要能扛 好這邊想要復 想要把都市拿回來 但是TC又被再度的打爆 中間農田的村民也是直接被靠爛 軍一頭實際在左邊輸出 但左邊槍隊長 這一波抵抗效果其實不錯的 好 3巨頭直接開拆 直接拆爛 左邊城堡 右邊城堡才對 好 但是打這邊怪主鐵也其實很痛喔 哇直接蒸發 貴鐵直接沒了 還好現在不貴了 現在60禁而已 神啊 這邊進入城堡射程 跟對方劍兵勇士對打一下 稍微補正一下這個傷害 好三攻馬上補一下 有三攻之後 槍隊長的優勢都會打出來了 可以盡情的秀操作了 基本上只要 搓下搓一下 秀一下操作 很快就可以搓死這些劍兵勇士了 但是工程器的難題依舊沒有解掉 不需要再拆城堡 這個都市也是印加最後的重要經濟地帶 好這邊奴兵沒有控好直接送光 這裡沒有足夠的支援 可以點下植物盾 但植物盾現在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趕快把這個數量蓄起來 還有這個三攻 所以我覺得印加這邊打得很好 並不是因為沒有植物盾的關係 而輸掉的 只是單純 他這邊暴兵實際還不夠好 不夠好原是因為MBL打得這邊更好 這邊進攻實際上 剛好升級完王子的四仇 好直接開扁 但他沒有這個機會 載出更多的強隊長 還有這個植物盾 開名的問題 好這邊有三攻了 哇三攻直接開戳 劍兵勇士三個就很高了 但這邊還是要盡可能 把這槍隊長聚集在一起 好不要打得太靈影閃閃 打得越靈閃 或是攻擊的面積 越廣 反而是會越劣勢的 哇這邊劍兵勇士太強了 印加這邊直接慘招滅國 打出了聚絕 斯拉夫這邊出了224隻的劍兵勇士 印加這邊出了12 數量差了一倍 以及斯拉夫人 有這個10%的食物的增量 所以這個沒辦法 人家經濟就是比較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是由斯拉夫人 贏了快要1萬的食物 大約8千多 那木頭的話兩邊都差不多 黃金 黃金的話是印加比較多 那石頭也是 那我覺得印加這邊打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可能是他的農田 太慢轉出來 因為他這邊中間是想要把這個農田給奪回來 沒有錯 那也是相對危險 他可以考慮嘗試在野外 撒更多的農田 或是在這個城堡附近 撒更多田會更好一點 他雖然是想要省支援沒有錯 但這邊 依舊很難守住的情況下 你再去投資TC或是蓋農田 或是把這個村民蓋模仿之類的 反而很容易 他下一波再進來的時候 你又沒有必須守住 就要變得且打且退了 然後你的農田又再一次燒重創 經濟就很難爆出來了 那這邊木頭也是爆出來了 爆太多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打後面 打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經濟轉得不夠OK而已 其實他的兵沒有出的太大問題 問題就只是經濟方便 沒有控好 打到後期很容易就會做狀況出現 其實高手也是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